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 旺 有人说 健旺是一种病态 善旺是一种境界 身以为然 就像这张图 唯有扫除无谓的负累与烦忧 才能活得轻松而惬意 从今天起 努力做一个善旺的人 不为生活所累 旺季年龄 火出快乐 网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人生中最好的年龄段是什么时候呢 其中有一个回答 很触动人心 是现在 昨日之日不可追 未来之事不可及 只有现在才是最好的 无论任何时候 活着就意味着可能性 总会有人感叹说 人生太短 岁月无情 但只要活着 便有无数可能 便有无数快乐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 从我们来到世上的那一刻起 并已立身于时间的长河之中 衰老是注定的 谁也无法避免 但快乐却是自己的选择 忘记年龄 不去想那些已经失去的岁月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走自己想走的路 见自己想见的人 所有快乐的事情 都值得你去尝试 正所谓 心若年轻 岁月不老 心若不老 快乐到老 忘记烦恼 火出自在 每个人的心里 或多或少都藏着一些事 有时候呀 又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但其实呢 甚至一生烦恼的事情有很多 大部分却曾未发生 曾经有一个关于烦恼的实验 实验者们被要求 把自己未来一周内 所有的烦恼都写下来 然后投入一个指定的烦恼箱里 三周左右的时间 心理学家打开这个烦恼箱 让所有实验者 逐一核对自己写下的每项烦恼 结果发现 其中九成的烦恼不会发生 所以烦恼的根源 其实在于心 与其自寻烦恼 不如忘记烦恼 忘记烦恼 就是放过自己 记住该记住的 忘记该忘记的 改变能改变的 接受不能改变的 活得随意而洒脱 忘记烦恼 心灵才能得到解脱 灵魂才能自由 才能活得自在 忘记名利 活出惬意 看过这样一幅对联 上连世 睡至二三更 凡公民都成幻境 下连世 想到一百年后 胡少长 去世古人 人生一世 草木一丘 荣华富贵转头空 半年之后 什么都带不走 又有什么可争的呢 忘记名利 不是放弃 而是淡然 不为名利所苦 才能真正地 享受生活 才能以一种 从容惬意的姿态 看花开花落 云卷云竖 这一生 经历的越多 走得越远 便越明白 让自己活得惬意 才是最重要的 忘记病痛 活出舒适 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 世界上90%的疾病 都和情绪有关 中医也说 怒伤肝 喜伤心 撕伤皮 忧伤肺 控伤肾 情绪是大多数疾病的根源 情绪不好 所有的养生都是徒劳的 忘记病痛 不是放弃治疗 而是积极应对 很多事实也证明了 精神状态越好的人 恢复得越快 正如那句话所说的 人不是老死的 不是病死的 而是气死的 忘记病痛 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 过一种舒适阳光的生活 这才是最好的养生 忘记忧愁 火出通透 李白曾说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 愁更愁 我们的一生中 忧愁似乎总是难以避免 难以消除的 但其实很多时候呢 只是我们自己陷入了 忧愁的陷阱之中 如果把人生当成一场旅行 起点和终点都是命中注定的 我们所能改变的 只有旅途中的自己 沿途的风景很美 错过固然可惜 但更重要的是 珍惜 正如泰格尔所说的 如果你因为失去太阳而哭泣 你也将失去心心 忘记忧愁 就是自我解脱 不为往事扰 不为余生忧 才能活得通透而明媚 忘记是非 火出简单 忘记是非 不是不变是非 而是难得糊涂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两个人吵了一天 一人说三乘以八等于二十四 另一个人说三乘以八等于二十一 两人相争不下告到县压 县官听爸说 把三八二十四的那个人 拖出去打二十大板 二十四的那个人就不满说 明明是他蠢 为什么要打我呢 县官答道 跟三八二十一的人能吵上一天 还说你不蠢 不打你打谁 难得糊涂 即是不争不吵不计较 是人生的一大境界 不争是大度 不吵是宽容 不计较是格局 常言道 心宽一寸 路宽一丈 若不是心宽四海 那来的风平浪静呢 生活不简单 尽量简单过 放下无谓的争吵和是非 才能活得简单 安稳平和 善望是人生最高级的智慧 心中若是装得太满 自然很难装下新的快乐 学会忘记 才能活得自在 与君共勉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和您分享到这儿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生活中有很多无奈的事情 还有很多我们都无从选择的事 可是知道又能怎么样呢 又不能改变 所以说 与其烦恼忧愁 不如顺其自然 我们不如接受它 遇到能解决的 解决它 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 试着接受它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学会忘记它 学会忘记 只是忘记毫无意义的阅历 是去粗取经 大浪逃杀之后 留下的都是 你最珍贵的记忆